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做好旅客服务工作 保持票价稳定 运营海南航线的35家航空公司 均在第一时间主动发布了机票免费退改签通知 截至8月17日 民航累计执行原海南医疗人员 防疫物资运输任务141架次 运输医疗人员18574人 物资622.2吨 其中三亚31架次 医疗人员5491人 海口109架次 医疗人员12956人 国傲一架次 医疗人员127人 累计保障滞留旅客转运临时航班和商业航班 620架次 转运旅客 转运旅客 90716人 其中三亚183架次 29263人 海口437架次 61453人 当前 滞留旅客转运工作正在有序进行